歡迎後面又來到 古海大丈夫 為您邀請到永成國旗投股 陳建成分析師 沈森老師好 田徑好 眾志觀眾朋友大家好 老師您真的不斷的提醒大家 哪怕是陳蓋股 你都是預告在前 獎在前提醒大家 買在前面 我們潛龍買 然後真的漲到了飛龍在天 老師也提醒大家不要去追高 這兩天的更新 台灣精銳 我告訴你一個穩中球 是 什麼叫穩中球 穩中球就是告訴你 就是帶你每一檔都穩穩的 讓你怎麼樣 賺進口袋 然後怎麼樣 不要去追別人的股票 追的是別人的股票 可能是自己的鈔票 我這兩天 今天我們 我這兩天我是邀請你說 買在絕情谷底 今天開始動了 但是我叫你不要去追華山之巔的 我自己 我買在絕情谷底的 台灣精銳 更新 之前的智貌 對 有沒有一檔檔 我都有跟你交代 我說你不要去追高了 是 有沒有 沒錯 來 一檔一檔看 這兩天很紅的 更新 6146的更新 老師在250以下 2202 230邀請您 你看到沒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講 飛龍在天 是 抗龍猶回了 已經在華山之巔了 這幾天 投信天天買 有沒有 你們 很多人 看到投信再買了 多數的分析師 都是跟在 投信的屁股後面 投信是跟在 我們成成家族的屁股後面 投信慢我一拍 你們再慢投信一拍 你們再慢投信一拍 我都已經下車走了 你才要來買 那不是被套了嗎 有沒有被我說中 是不是抗龍猶回 是 看到沒 這個禮拜 你剛剛看到了 投信這一根 買600多張 投信在這一根 買多少 1000 1000張 投信在這一根 再買多少 300多張 快400張 這三天 投信加一台買2000張 今天全部都套 是 奇怪 我在這邊買的時候 他幹嘛不來 投信不是很專業嗎 投信不是一堆研究員嗎 我更新我帶你們 買到230以下的時候 這時候他為什麼不來 買1000張 中了 老師都預告了 可是更新在這邊的時候 有沒有分析師在講他 沒有 沒有 全中華民國就只有我在講更新 1月2月 就只有我在講更新 是 這兩天 投信飆上來了 你去看到 早上的東升跟非凡 是不是都在講更新了 那你完蛋了 必見大人啦 對不對 我在講你不相信 第二個 第三個 早上的財經連線 人人在講的時候 你相信了 很抱歉 你已經到華山 你被人家到貨了 嗯 這是更新 台灣精銳也是一樣啊 台灣精銳4583 這兩天也是老師一直提醒大家 特別在掌聽班那一天 哇 立見大人了 看到沒 嗯 一樣啊 你為什麼跟我買在這邊 1月2月 你可以買在絕情谷底 你可以買在淺隆 所以 我就搞不懂耶 很多人 現在是兩萬點 嗯 很多人在這兩萬點 你沒賺到錢耶 指數一直創高 對啊 可是你卻沒有賺到錢 很多人都這麼問啊 你一下賺這一隻 一下掏那一隻 嗯 好 掏就掏了 掏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嗯 不知道他會不會回來 我告訴你喔 嗯 如果他就回來原點了 你怎麼辦 你要再等下個半年喔 嗯 嗯 嗯 但多數的人其實是熬不住的 對不對 然後你準備怎麼樣 嗯 要砍掉 你準備再砍再去追 另外一個在這邊的嗎 你要這樣子嗎 你這輩子永遠 股票就永遠要這樣做嗎 那怎麼穿得到錢呢 如果你不改變 你就是永遠 還是在這裡面這樣子賺 我們自己 我看好的股票 我不會在這邊的 我還跟你講說 來 我是不是永遠說 來你來供我 下一檔 重新做一檔在這邊 絕情股 對不對 嗯 可是很多人不是喔 你現在看到我這檔賺到對不對 我帶你來 我如果繼續帶你買這檔 怎麼辦 你不是來幫我救會員抬轎嗎 我沒有耶 我從來不做這種噁心的事情耶 噁心他媽給噁心開門 噁心到家 噁心到家了 可是多少人會帶你做這種事情 你基本上我買在這邊 到這地方 本來這邊 早上 晚上的財經節目沒有人在講 到這地方的時候 人人在講的時候 你還要去做的時候 那你不是被人家框了嗎 可是這三天我在做什麼事情 我會提醒你不要來追喔 你不要再 你不要再來追我的股票囉 我是不是這樣告訴你 沒錯 對不對 而且老師你看昨天都還在把潛龍操板法拿出來跟大家講 從初九到上九 他怎麼走 是不是就是這樣走 然後要提醒大家不要再去追高了 我已經告訴你了 我說這兩檔股票 從在低檔布局的時候你要跟我幹嘛 潛龍勿用啊 後來開始大人慢慢來了 一路路路買上去 我說買到九五 已經是飛龍在天 就像前兩天的金瑞跟更新一樣 特別是更新 投信在這邊大買1000張 奇怪我在做潛龍的時候 230他幹嘛不來買 他幹嘛不在這個地方 93就直接給你買1000張 他為什麼到這地方才給你買1000張 那果然嘛 接下來怎麼樣 飛龍在天 你看這兩三天 他是不是就 更新 6146的更新 立劍大人之後就抗龍猶回 什麼抗龍猶回 你這一天叫什麼 飛龍在天 立劍大人 1000張嘛 請問這個投信大人是不是在這邊買了1000張 在這邊買600張 在這邊再買1000張我就知道了 就立劍大人了 那緊接下來呢 到上級我就會 抗龍猶回 就照著這個節奏 他真的就那麼走上去 全中華民國 唯一會用錢掛真正來做股票的就是我 開山始祖 這幾年來第一個用錢掛做股票 講給你聽的也是我 後面就是學我的 學的會不會用 用的亂七八糟 抗龍猶回明明就是你的股票會被套 你去追高 你追在這 接下來抗你會 還有人把抗龍猶回當作是利多 笑死人的 他不懂他當中的意義 不了解這個經濟 不了解心反而言 就好像武功秘笈 你拿來亂讀有沒有 人家是 走火入魔 對 走火入魔 很危險 所以老師都提醒各位囉 陳蓋谷 我們今天才講 我們有準備重播嗎 有 導播幫我重播一下 九二 憲龍在天 立見大人 所以投信在2005那時候開始來了 第一次 後來到九五 飛龍在天 立見 你一樣立見大人 這大人就是主力 出身段的時候他來一次 陌生段的時候 飛龍在天的時候 給你大買 再撐上去 昨天看到大買的人 你今天去追 二九五的人 你就被逃了 今天這一來一回差 差很大 昨天還提醒喔 各位 你不要看說 我沒有去連 非凡的連線 財經節目 東森的連線 你就以為 我是三角貓分析師 有沒有聽過什麼叫 真人不露相嗎 我唯一在電視台有公開 露臉的就是這個頻道 就是這個時段 我昨天跟你講 今天馬上跟你驗證啊 可是我不是昨天喔 我這禮拜以來 我從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我這三天 我都在告訴你這一個 天天講 更新 台灣精銳 我說你不要去追他 為什麼 因為這兩檔是當初 我從底部買起來的時候 我有告訴你的 是 邀請各位喔 一起來 扇頭邪照去相贏的股票 對不對 現在真的走到 那跟別人去追的 結果就是這樣啊 那當初220你幹嘛不來 兩檔都是啊 是沒錯 自貌也是220 我跟你講這三檔 我都是220 附近在買的 以下往下買的 對 對不對 你看台灣精銳 207甚至到200 你都可以 所以你沒有覺得 看對節目很重要嗎 來 還沒有訂閱 郭槐大丈夫 記得要訂閱起來 紅色框框直接掃起來 或加入綠色的 小老鼠H2H888 每天節目認真看 我們YT還有很多 完整的內容 在這邊來不及講了 要記得去看 剛剛在計程車上面 對 很妙 那個司機聽到 我跟田馨在聊股票 他馬上就插進來講了 然後 就來問 他就講說 看了友台的節目 看一大堆 結果怎麼樣 財經節目 都是去追高 都是去追高 是 這你不能怪他們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 能夠接收到 就是那些資訊 但是講的都是 我為什麼這樣說 我為什麼說你不能怪他們 各位 電視台 他去講 沒有人在做的股票 比如說 我前一陣子 我在絕情谷底 我就帶你買更新 買字帽 買上品 你們都知道上品 我買在300以下 是 現在台面上標起來的股票 哪一檔 我不是帶你買在絕情谷底 可是當我帶你買在絕情谷底的時候 各位麻煩你看一下 有沒有量 沒有 那時候都沒有人疼 沒有人愛 沒人去理他 有沒有量 沒有啊 沒量啊 來 沒量 現在沒量 我現在跟你講 這時候成交量是多少 大概 200張 我把指標弄到這邊 200張 對不對 那時候就沒人 200張的量 沒有人關注 因為要比起 一個電視台 財經節目 不像我們這種投股老師節目 一般早上 不管東升還是非凡 你的節目主持人 找分析師出來電話連線 他要什麼 他要收視率 所以每天的成交量 就是幾萬張 幾萬張的 就會有人看 為什麼 因為你手上有這一檔股票 有分析師在講它 你就會看 你就會認真聽 我如果去財經節目 我跟你講這一檔更新 只有200張的量 誰要看 我女兒 誰要看 老師 都沒人在講它 轉台 我告訴你 所以我這種分析師 在早晚的財經節目 最不受歡迎 我講實話 為什麼不受歡迎 因為我讓你 買在絕情谷底 都是沒量 沒量不會沒人要聽 大家要聽的都是現在 檯面上最熱 每天成交量 好幾萬張的 我跟你講你 你們現在看我節目的所有人 不管是中視觀眾還是YT的 我就坦白跟你講這件事情 我冒著吞兩顆子彈的危險 你沒有幾萬張的成交量 誰給你看啊 大家不就是我手上有什麼股票 就是熱門股 家家戶戶都有 電視有分析師在講這一個股票 才會有人看 沒人看沒收視率啊 所以在絕情谷底的時候 都是沒量啊 沒量我跟你講 會有人看嗎 沒人看啊 沒人看 電視台也不會找我啊 因為他要的是收視率 既然要收視率 講的股票就是要熱門股 每天都幾萬張幾萬張的 各位 每天都幾萬張的股票 誰不會買 你也會買啊 我還需要帶你做嗎 那你會買啊 你賺得到嗎 你會買就是買在有量的時候啊 有大量的時候你去買 那不都是高點嗎 你現在麻煩你看一下 幾萬張幾萬張的股票 是不是都漲成已經到山頂上 不是都在這種地方了嗎 華山之上 我跟你講難得 你去看到一個 幾萬張幾萬張成交量 股票還在底部的 也許你可以 你也許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拼拼看啊 這段時間的紅海不就這樣嗎 給你拼到了 你賺到了 但是每一檔都這樣子嗎 如果剛量冒出來 也許你短線你追 你可以賺得到 可是多數時間 各位 你真的想要賺這麼大一個波段 麻煩你 你必須跟我在怎麼樣 在潛龍 在沒有人的覺醒 你必須跟我在 早晚財經頻道 大家不聞不問的時候 不聞不問的時候 你要跟我幹嘛 你要跟我來問 陳問 永春陳問 做潛龍 你要跟我來做潛龍 你等到大家都發現 他的時候不是已經怎麼樣 飛龍在天了嗎 你要在這一段做 還是要在這一段做 當然在這裡 對不對 我一直告訴你 你要做潛龍還是要做麻雀 在這種地方做的都是麻雀 還是跟蟲 對不對 你要做潛龍還是做大老硬 這道理很簡單 但沒有幾個人願意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這支股票沒有人在講 你就覺得說 做起來會不會 提心吊膽嗎 你都覺得很多 好像沒有人 要跟著人家做才會賺到錢嗎 跟著人家做 就跟現在做ETF一樣 不是嗎 你賺到了嗎 幫人家抬轎 破發了 所以你看 當大家都在講 大家都在講 說的 你賺得到嗎 好 再看 昨天 有一檔股票 其實我們昨天是開講威盛集團 對 昨天在我們的YT 在講威盛 如果你沒有看到 那很可惜 對不對 來 紅色框框 除了威盛 我還跟你講說 環球金 中美金集團 跟中美金集團 有一檔還沒漲 我昨天YT有講 你不相信你自己去看 你去看昨天 昨天你去看到了 你今天你去做蓬城 你就賺到了 來蓬城 是8255的蓬城 因為老師講了 集團做戰股 中美金集團當中 有環球金 中美金還有一檔 沒有人注意的蓬城 來 5塊錢 老師昨天吃一點 我跟你講 同樣的道理 在今天以前 有幾個人跟你講蓬城 沒有 沒有 你完全沒聽到蓬城的名字 在今天以前 為什麼沒人跟你講 他的量 沒有辦法去吸引到大家的眼球目光 他牛到不行 對啊 你知道這邊成交量還多少嗎 兩百張跟更新一樣 有沒有看到 就沒人聞問啦 有沒有 潛榮啊 是啊 你可以買在絕情股的潛榮 遠親 今天是不是量來了 是 請問 請問 量來了 是不是幫當初買在那邊量了 抬轎 不就是嘛 股價要漲就是量來了嘛 對 你就是 你不就是在量沒爆出來之前買 你才會有田嗎 我沒有說錯 沒錯啊 你買當然是要買在潛榮 買在甜甜的位置啊 我的節目認真看 都有紅利 你就賺到了 是啊 那沒時間認真看怎麼辦 很簡單啊 很簡單啊 跟上啦 直接跟我們做 這次你就賺到了嗎 是 到今天是五塊喔 會不會明天再給你開高五塊 就十塊一萬 嗯哼 就是風來了 力見大人了 他就上去了嘛 來請問一下 這檔蓬城是AI股嗎 不是 不是啊 是伺服器股嗎 也不是 是散熱嗎 No 是電源供應器嗎 都不是 是機殼嗎 不是 他也不是軸承 他不是台面當中最夯最熱的題材 對不對 是折疊手機概念股嗎 都不是 各位 我一直跟各位講一個觀念喔 你們來股市喔 目的在幹嘛 求財嘛 賺錢嘛 把你的財富放大嘛 是 你的目的是 有一天 對不對 人生 走到一個境界的時候 你有 對不對 用不完的財富嘛 這是你的目的嘛 對不對 享受你的人生嘛 跟你手上一定要有AI嗎 你一定非要是技嘉的股東嗎 你一定非要是輝達的股東嗎 沒有嘛 黃仁勳賺的錢會不會給你花 不會嘛 你來股市的目的是你要累積財富 不在於你要有哪一檔股票 不在於你非要有台積電不可 張忠募的錢拿出來給你花過沒有 沒有 沒有啊 他現在身價已經要進千億了 他給你花過沒 沒啊 你的目的是來到股市 你可以進出獲利出場 一塊一塊的一萬一萬的 十萬十萬的把你的財富可以累積上去 是 你只是要賺兩三千塊的買菜錢 你不用看我節目了 我說真的 你要賺兩三千塊的買菜錢 那一種 每天短線很會插進插出的 分析師到處都是 但是如果你想要真的把你的一百萬變兩百萬 兩百萬變四百萬 四百萬變八百萬 穩穩的富力滾上去 五年滾出三十八倍的財富的話 那我的節目你要認真看好來 你要賺錢 你沒有一定要有台積電 你沒有一定要有技嘉廣達 你要在股市賺錢 你只要有股票讓你做了 你可以賺到錢 安全出場這就可以了 你管你做什麼股票 你認同我講話的 你認同我講這句話的 麻煩你YT加進來 賴加進來 我為什麼這樣講 三年前大家都在做貨櫃三雄的時候 你沒有陽明 那個長榮望海 你就是沒有在混台北股市嗎 你會被人家笑嗎 請問那些當年你怕被人家笑 而沒有這些股票的人 你賺錢了嗎 對不對 有這些股票的人 你賺錢了嗎 沒有 但是在當時老師做的是什麼 創為致遠 新唐 我講話 最近口氣比較直 是因為這種行情 有人跟我講 兩萬點還沒賺到錢 那你是去追了別的股票 砍了自己的鈔票 是 我們今天上半場簽到這 你要好好把你的錢賺進來的 穩穩賺進來的 把我Line YT加進來 廣告中電話直接撥通 我節目之後下半段我要跟你講 還有哪些絕情谷底的股票 機會在你手中 趕快播電話囉 下一檔 絕情谷底 絕情谷底 在谷底喔 你要不要 一樣 你不要等到我這邊開牌了 然後其他這個 財經連線的早晚分析師 都拿出來講 你這邊你才要再來買 老師 晨晨老師講了 其他人也講了 可以 我告訴你其他人講的 就是你要被割韭菜的時候 我剛開始講的時候是怎麼樣 你還有機會怎麼樣 買在絕情谷底的時候 或者在半三腰 你不要等到財經節目 每個都要講這一檔的時候 你就覺得這一檔底氣足了 可以買了 很抱歉 人人都知道股票 人人都會做的 你賺不到大錢 真的 一樣 絕情谷底 你要不要 這是今天的盤中走勢 今天 都還在這邊 是 所以你這週末來 你跟著我 你都可以買在這裡 都還有機會 對 我沒開就代表還在底部 等到我開了 就是上來了 不要等我開牌 那一張就差好幾萬 過去這一年來 我每一個拿出來的 我是不是跟你保證 都在絕情谷底 是啊 沒錯 你都可以去對 一樣喔 這檔也是 絕情谷底 山頭斜角 到時候飆出來 我直接挪開給你看 我是不是給你獎代錢 是 不要等到到時候 漲上來之後 對不對 你又半信半疑了 結果 其他人都在講 你才要來買 來不及了 你又完了 兩拍了 好來 我這兩天 我們是不是台灣軍隊 我之前告訴你說 我沒有讓你 對不對 我沒有跟你 拆燈明 有 我記得是昨天還是前天 我才亮出來給你看 昨天 這一張對不對 是 這一張對不對 對 可是我說這兩張我還沒開 還沒開代表怎麼樣 都還有機會 他還有機會 他還有機會 因為我們之前賺過一波 是 他又拉回了 三月又來一次 對啊 這一檔 你猜出來了嗎 這一檔猜出來沒 還是你之前看節目還記得他嗎 老師今天有開拍喔 我給你暗示 如果不知道 那麻煩你回去找 二月有給你拆燈明的時候 我那時候給你公佈答案是什麼 找出來算你的啦 為什麼 這就是回饋 有沒有認真看我們節目做筆記的人 紅色框框 對不對 那你沒時間認真做筆記 很簡單嗎 對不對 直接跟上來賺 直接來跟我們做 不是很快嗎 不用傷這個腦筋嘛 對 而且節目要記得訂閱喔 老師今天又有在跟大家分享 昨天我們聊到的是集團做帳股 來 集團股又開始蠢蠢欲動囉 現在越接近越底 你就會看他們的速度 開始越來越活潑 越來越快囉 好朋友們不要錯過 我跟你講 這三檔其中一檔 老師在對 到底是哪一檔 這一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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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情谷底 今天太精 昨天漲一點 今天再到這邊來了 吐一點 吐一點 吐上去 這一檔就是我剛給你看的那一檔 有沒有 絕情谷底的服 戴著金色皇冠的那一個 好不好 你要不要做 你要 自己加來 廣告後 LINE 打電話 直接打來 直接跟上 我跟你講下禮拜一 你跟我進場 你們都來得及 都還來得及 乾淨把握囉 加來 打電話囉 這次感謝洆湞老師 三月還有全壘打 不要錯過下禮拜的一個 絕地大反攻的行情 好嗎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再次頒發生 就知道 這個節目 我們要做 我們要做 我們要做